每当我想起你娇艳的身影 就无法抑制内心对你的眷恋之情 很难想象这封情书 出自二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山本五十六之首 并且还是写给一名烟花女子的 作为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策划者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山本 被日本人称作海军之花 死后更是被包装成军神 不过纵观他所指挥的战役 似乎除了偷袭珍珠港外 再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胜利 并且偷袭珍珠港时 日军犯下重大失误 加速了自身失败进程 那么他到底算不算二战名将呢 大家好我是飞熊 专属人物与世 见喜欢的观众老爷们可以关注我 1884年 日本长刚破落武士高野真吉 以56岁高龄生下第六个儿子 为显示自己牛 给儿子取名五十六 后来五十六 被过继给长刚一个没有子嗣的武士家族 山本家 改名山本五十六 山本从小脾气倔强 受五十道影响 立志当兵 1901年考入江田斗海军学校 开启长达42年的军旅生涯 日俄战争期间 山本是日进后巡洋舰上 一名舰袭枪炮官 在全间沙俄太平洋舰队的 对马海战中 失去左手食指和中指 获得外号八毛钱 据说是因为山本喜欢去欢乐街 那时一季给客人剪指甲 一根手指输一毛 每人一块钱 而山本少了两根手指 只能输他八毛钱 因而得此外号 日俄战争除了给山本留下终身残疾外 也给他打上深深的军国主义烙印 这之后他多次获得进修机会 就读于海军鱼雷学校 炮兵学校 以及海军大学 期间娶妻生子 然而成家后 他依然热衷榴莲欢乐街 尤其喜欢一个叫和和千代子的姑娘 开头那封情书就是山本写给他的 除了喜欢风月场所外 山本还以适度成性文明军中 什么扑克桥牌下棋 样样精通 据说他在担任驻欧洲五官时 曾因在摩纳哥赌场赢钱太多 而被禁止入内 是第二个被该赌场拒绝的日本人 第一个是号称日本007的间谍头子 名石元二郎 1919年山本奉命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首次赴美 他感慨颇多 他发现日本作为战略物资 实行配给的糖 在这里可以随意购买 后来他还曾担任过三年驻美五官 十分清楚美国的工业实力和战争潜力 因此一直反对跟美国开战 1922年 英美日法裔 五个海军强国签订华盛顿海军条约 限制海军军备竞赛 聪明的山本发现条约没有限制海军航空兵 于是极力推动发展航母舰载机 以40岁高龄学会开飞机 出任海军侠谱航空队教官 为日本海军航空队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不过山本虽重视航空兵在海战中的作用 但长期从事海军教学和军政工作 仅在20年代末担任过一年舰长 实际指挥经验并不丰富 并且它骨子里仍然深受传统大舰巨炮制胜理论影响 30年代 山本在海军部任职期间 通过跟德国技术合作 使日本获得德国俯冲轰炸机和铝合金材料技术 从而生产出零式战斗机 这时期的山本强烈反对日本全面侵华 以及加入德义竹心国 倒不是因为它爱好和平 主要是它和918事变策划者石原玩耳看法相似 不希望跟英美开战 主张先立足中国东北 养精蓄锐再缓图支 不过当主战派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后 山本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 积极配合参与 但尽量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 当年12月12日 日军战机在长江炸陈搭载难民的美国帕奈号炮舰 时任海军部刺官的山本 代表日本向美国驻日大使道歉 并支付赔偿金化解此事 早就看山本这些亲美派不顺眼的少壤派军官 开始公开指责山本损害日本利益 对它发出刺杀威胁 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正十分欣赏山本 为了保护它 把山本调到联合舰队担任司令 在战舰上办公不容易被刺杀 这一天是1939年9月1日 二战全面爆发 此时日军深陷中国战区 战事转入长期化 为获得持久战所需战略物资 日本将目光描向东南亚 1940年9月 日本正式加入德意逐行国 跟英美关系日益恶化 美英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没有石油 日军无法维系战争 因此决定孤注一掷 最初海军部的计划是直接突然袭击 南下攻占英美殖民地建立防御圈 将前来救援的英美舰队就地消灭 已经晋升海军大将的山本反对这个计划 尽管他不赞成跟美国开战 但大本营做出决定 他也只能遵从 山本认为这样会陷入消耗战 时间一长 日本必败 主张先发制人 开战之初就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 让美军在开战半年内 无法干涉日军在东南亚的行动 1941年初 山本就开始构思进攻方案 借鉴手下小泽智三郎 提出的以航母为主力的作战理念 加上受1940年11月 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 运用航母特混舰队 骑袭意大利塔兰托港口的启发 以及自身试赌性格 拟定出以六苏航母组成特混舰队 千里奔袭珍珠港的计划 最初海军参谋部认为不可行 这么大一支舰队 怎么可能在抵达夏威夷之前不被发现 面对质疑 倔强的山本已辞职想要挟 迫使海军部批准作战方案 11月26日 山本率联合舰队 全程无线电静默向夏威夷进发 他运气不错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 12月7日凌晨 随着联合舰队第一航空舰队司令 南云中一一声令下 六艘航母上300多架飞机 分两个波刺 扑向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袭击相当成功 不到两个小时 击沉或重创美军8艘战列舰 3艘学洋舰和驱逐舰 摧毁188架飞机 造成3500多人伤亡 而日军仅损失29架飞机 和5艘袖真潜艇 人员伤亡65人 但日军进攻中 没有摧毁珍珠港基地的船屋 和油库等基础设施 如果这些被摧毁 美军舰队势必要撤回本土 起码将使美军的反攻延迟一年以上 而且偷袭珍珠港时 美军三艘航母没在基地 得以完好无损 战列间的损失 迫使美军放弃传统大舰巨炮主义 改用以航母为主的战术 加上美国参战后 当时可怕的工业生产能力 可以说偷袭珍珠港 对日本必远大于利 山本对此心知肚明 但面对举国欢腾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 他不止一次说过 战争头六个月或一年 大约顺利 但对于第二和第三年的战事 我就毫无信心了 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挺准 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得守候 一路势如破竹 横扫东南亚 半年内顺利攻占大量领土和岛屿 获得宝贵的战略资源 直到1942年6月7日 中途岛海战 日军一败涂地 损失四艘航母 一艘重型巡洋舰 250架飞机 丧失太平洋战场主动权 这场失败 固然因为美军事先破译日军密码 战场单向透明所致 山本的作战计划过于复杂 兵力分散 也是失败重要原因 中途岛之战后 美日转入残酷的瓜岛销后战 日本海军持续被放显 失去大量战舰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这是其工业能力和军事教育 所无法快速弥补的 山本愈加悲观 甚至在自己旗舰 五藏号办公室抽屉内留下遗书 表示以死报国 是军人本分 从这些方面来看 山本着实算不上名将 1943年4月 瓜岛战役日军失败后不久 山本决定到南太平洋视察 鼓舞士气 向各前线发送行程电报 结果被美军破译 4月18日早上 山本所成战机 在不营岛上空 被等候多时的美军战机击落 当场毕命 日本为他举行隆重国葬 追授海军元帅 但当他事先写好的遗书被发现后 很多人认为他是主动求死 博个战死沙场的名声 或许这就是海军部后来 申请追溯山本为男爵时 遭到拒绝的原因 虽然山本被击毙 没说到正义审判 但他的名字 将永远被盯在历史耻辱柱上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下期再见